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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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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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景象 我们总是尽量 希望找一个合理的说法 这个目的是为了自己安心的 而我们觉得 这样讲差不多 这样可能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道理的解释 有很多人 他就是不能安心 不能好好念下佛去 这个道理你们一弄明白 但是你所说的道理 毕竟是娑婆世界的道理 不一定是极乐世界的道理 要把极乐世界的事实 用娑婆世界的道理来表达 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那个事实是超越我们 这样的一个道理 比如说 我们曾经打的比喻 在这个地球上 你建房子 一定要打地基 对不对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可是在外太空建立宇宙空间站 也建这么一个房子 还要打地基吗 到哪里有地方给你打地基 你狗头挖不到土地 那么如果那里的事实 要按照我们这里的道理来讲 怎么能讲得通呢 讲不通 那有人就不相信 哎 怎么 那空中楼阁嘛 怎么能建房子 那不可能的 其实在外太空建 空建站 就是空中楼阁 你有什么办法 那么你讲道理 但你这个苏布世界 道理讲不通 所以极乐世界的事情 在我们苏布世界 你听起来很矛盾 这个矛盾 正假说明 极乐的超越 不要因为这点不相信 所以我想呢 我们可以来思维 我们可以推断来推理 可以想一个道理 甚至也可以自以为是 但是不要以为 这一定究竟这样 我们以为是这样 到了极乐世界发现 原来错了 原来苏布世界 所学的那些 通通错了 只有一句佛号是对的 因为超越了 境界超越 我们也可以自圆其说 这个道理 自己觉得圆满了 这是让我们安心的 那如果把极乐世界的 这个事实景象 我们就作为一个事实 接受下来 等也这样接受 不懂也这样接受 理解也这样念佛 不理解也这样念佛 我认为这个是聪明之举 都要你理解了 你是理解不了的 即使说我们根据经教 来说明 那也是经教 是为我们 武作式众生来讲的 随从我们这样 众生的理解力 思维力 和我们的逻辑 判断的 局限性所讲的语言 所以是不能完整地表达的 所以佛经常到后来没办法 佛也没办法说 不可说 不可说 我法甚深不可说 这个没办法跟你们说 只能够 佛的境界 只能变为六个字 你练吧 到极乐世界 通通明白 所以我们 费了很多的口舌 祖师大德 都要跟我们反复地开眼 所以我们必须抱一个 千锦的态度 直到我们所知 狭小 卑劣 对于佛的境界 不要说要理解得透 只是当作一个事实 能理解也念佛 不理解也念佛 能理解的太少了 也可能你觉得理解了 恰恰错了 我理解了 你拿地球上的事情 理解外太空 你理解了错了 是理解了 那错了 比如我们在这个地方 外有引力 我们看外太空里边 它前次不是登月了吗 它就没有 它里面 虚空里面漂浮的 没有那个引力了 我们在这里 地上 你往地上掉 它的东西都是漂的 非常好的事 我们的科学家 我们的工人 发明了电梯 这个电梯 我觉得 昨天我想了 想这个非常好 可以拿来 为我们这段经文 做比喻的说明 这个梯 梯就是阶层 阶梯 我们看普通的楼梯 和电梯的差别 如果你把这个比喻理解了 极乐世界的 什么品位高下 什么正果快慢 你统统就能明白 你可以离 起码是找到了一个东西 可以让你理解 看我们这个地方 普通的楼梯 你们上个楼吗 登过楼没有 登过楼 普通楼梯 第一个 楼梯是不平的 是不是 哪里楼梯是平的呢 那不能不叫楼梯了 楼梯的一定不平的 第二个 一定是有高有下的 第三个 它一定是实体的 楼梯就是楼梯 第四个 它一定是一层楼梯 对一层楼 对不对 你不能一层楼的楼梯 你上去以后 说跑到五层来 不可能 一层楼就对应一层楼 它也不可能一个楼梯 对应两层楼 再往下 它上楼梯的时候 登一层就高一层 感觉很明显 甚至爬一步就高一步 再下来 它这个楼梯的话 那么 腿脚不灵便 有心脏病 高血压 那么要爬一百楼 那就不行了 就很累了 很累 爬起来很辛苦 对身体有限制 等等 再一个 你跑到楼顶上了 好不容易 跑到了八十层楼顶 然后底下人说 喊你 钥匙忘了带 在楼下 那你要下来 那辛苦了 那就不敢下来 不愿意下来 这次很慢的 有种种的限制 那么各位 现在坐电梯 这些情况存在吗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现在 不讲我们现代的人 就是没有坐电梯的 你说我给你打一个密语 这个密语的密底 我先告诉你 就是梯子 但是这个梯子呢 是平的 它能响吗 电梯走进去 有台阶吗 没有 是平的 所以这个梯是平的 没有高 没有下 可以上 也可以下 而且这个梯子呢 比如说你有十层楼 或者一百层楼 我这一个梯子就可以了 我对应 我对应是一百层楼都可以 它能想得通吗 因为这一百层楼 我们坐电梯里面 很多数码子 一按一按 这个都是虚拟的数字 它上面按二十八层 它也没有二十八层楼梯 它还是一个梯子 你数字一按 到二十八层了 也可以对应二十九层 也可以对应十层 就我这一个梯子 圆融了 圆满了 所有的位阶 都在这一个梯子之内 你看 位位圆融 是不是 说不实戒加不推转 这不推转 从出地到实地 都是这一个 不推转按一按 这个电梯就可以了 坐在出地也是它 说七地还是它 说实地还是它 说出注还是它 能上能下 你看坐电梯里面 你往里面坐 我们坐电梯我就看 坐电梯好啊 这个外边有人一按 里面也知道 第十层楼有人按了 它能够看得很清楚 那么你如果在楼梯里边 电梯停到二十层 如果底下五层又按 它马上就下来了 它这个上下自由自在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比喻 如果说我们告诉 那个农村的 农村现在也都发达了 古代的 你说有这么一个梯子 他就嫌扯 那是不可能的 但这个电梯 确实我觉得非常好 这个电梯怎么样 超越长轮电梯之地 超越长轮楼梯的现象 它就是在这 非常能说明我们 极致世界的 所谓的果位 阶位的差别 你说没有吗 它也有这个数字 一层楼二层楼 这很有 你说有吗 就这么一个 上下自在 自在所化 以后大家坐电梯 就想到了 哎呀 极乐的位次是这样 可以一个位次 包含一切位 最低的 也就是最高的 只要进了这个电梯 到楼顶了 而且没有限制 任何人 腿脚不灵便 腿轮椅也可以进来 高血压 心脏病都可以进来 进来之后都很快 没有哪个差别 所以这就是他力 它为什么这样 科技生产力 那我们到极致世界 为什么这样 弥陀本月地 让我们具有这样的 不可思议的视线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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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